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朋友 你们好 今天简简单单 和大家一起用气炸锅 去预备晚餐 需要的材料就是这里 大家看到 我去超级市场买了一块牛扒 这块牛扒 是一个Angus beef 它很厚 你看看 大概 两折手指 这里 然后买了一些露笋 这个露笋在冰箱里放了一段日子 要吃的 所以一定要煮 然后配一些薯 有菜 有肉 还有淀粉 全部都是一次过用气炸锅做的 现在开始 先打开牛扒 先打开牛扒 我平时买了这些牛扒 当然 我不会洗的 给你看看牛扒 样子很漂亮 我不会洗的 但是你可以 浮一浮厨房纸 抹一抹它 我就直接不会这样 我就直接这样用了 不过就这样印一印 如果有水器 我都会印了它 你看看 都没什么 非常漂亮 再印一印到另一边 这个也是吸水纸 这样印一印印它 然后处理很简单 我们就是 放些油 然后就放你喜欢的香料 如果你喜欢 譬如盐 黑超粉 都可以 或者你喜欢 我有些牛扒的香料 你也可以 首先我先放些油 我手洗干净 底面 我都会放少少油 待会我气炸锅里 我就不用特别在这里 就会喷油 因为我这里已经 加了少少油 你喜欢的话 可以加牛油 就会更香 我就用一些 譬如是 专用牛扒用的香料 就可以灑上去 然后就加些盐 你喜欢下什么盐都可以 我就是下海盐 然后就反转 一样了 先放些香料 多少随意的 然后就下海盐 你喜欢的就去抹一下 我这里旁边 都是有一个肥的糕 现在不像它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 你弄好之后 你才剁掉它 都不要紧 因为有一个肥糕 在旁边包着 它就可以 肉的肉汁 和香味 都会保存到 我们这个 就可以放在这里 一会儿 静止它一会儿 我们就顺便 焗薯仔 我们就可以省时间 那些薯仔怎么处理呢 这个是一些很小的薯仔 有两种色 我已经洗净了 现在需要的就是 下油 你喜欢的话 如果不喜欢的话 你就可以噴也行 因为我没有那些噴壶 我就这样用油 你如果喜欢的话 我想它切小小粒都可以 因为这只薯仔 都不算大 所以我就整个这样来 然后你可以下 你喜欢的香料 你喜欢的 可以下 用这个牛排一样的香料 像我这样 我想简单 我只是下盐和黑椒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气炸锅那边了 气炸锅我们开了 我们就用 自己选 400度 然后我们可以 把薯仔放进去 我顺便是 这个是用来 顺便预热气炸锅的 所以预热完 它就已经熟了 我们可以开 这边烤它 14分钟就完成了 好 现在处理露笋了 露笋 我这些露笋 有些不算新鲜 因为 就已经放了一段时间 在冰箱里 起码放了两个星期 你要看一下 如何为之新鲜 至少它不是软 很实际 OK 而且这个头 你会觉得它很实际 就可以了 如果不新鲜 它就会软 或者 好像我这里有些头 就好像梅梅的 这些我会切掉 我不要 这个头的位置 当这个全部都是很新鲜的露笋 如何处理呢 首先我们不要下面这里 大概你一寸至两寸的地方 我们是不要的 因为它这里是很粗的 这个纤维很粗的 你看看 我切下去也很厉害 这样 这些不处了 但是剩下这些 都会有些粗的 不要紧 我们就是用刨刨 刨在尾部 轻轻刨一点 我们就可以完全 露笋可以保持 这些就可以吃了 这几枝头不漂亮的话 我就切了它 我不要 我只要下面那边 但是这边 这些仍然是很新鲜很漂亮 我就照样了 现在我们就将露笋调味 我这里就有少少牛油 这里就有柠檬 我需要这两样东西 加盐和黑椒 首先 牛油我已经在微波炉里打了 接着我们可以加少少的柠檬汁 少少就可以了 接着就要少少的柠檬皮 放在少少的柠檬皮 用柠檬皮 去摸柠檬皮 摸柠檬皮 一些柠檬皮 就要少少就可以了 接着就要少少的柠檬皮 再加少少黑椒 加少少的柠檬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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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少的柠檬皮 拌匀 拌匀 拌均匀 拌均匀 炸得很漂亮 表面很脆 聽到聲音嗎? 把牛扒放在碟上 把牛扒放進去 400度 一放進去,聽到會有聲音 然後就可以 把露筍放在旁邊 把牛扒放進去 節省時間和位置 剛剛好 完成了 現在是400度 8分鐘 中間轉一轉 待會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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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了4分钟 表面有少少熟 現在把它完全反轉 然後再四至五分鐘 因為我這個比較比平時的牛扒厚 我現在再放下去 現在我這裡出來了 現在只是八分鐘 我覺得顏色還未是我心目中所需要 但是露筍就可以了 我先夾起露筍出來 然後牛扒再多焗幾分鐘 因為牛扒厚 所以我要多焗幾分鐘 今天我們試這個酒 因為我們在Rossy Bio買了這款酒 看到多有趣 Apple Cider 覺得多有趣 所以買來配 其實配牛扒就不知道 試一下吧 嗯 試一口 嗯 真的很像Apple Cider 有少少清酒的味道 還有酒味 挺有趣 酸酸的配牛扒都可以的 好 接下來我要看看 好 好 牛扒已經出來了 牛扒已經出來了 好 這樣 還要 看一下 還要等一等它 不可以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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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幾邊 不可以馬上吃 都是要休息的 你也要休息幾分鐘 如果你們覺得 好像我一樣 我覺得顏色不夠美 我可以用火槍再燒一燒 我在肥膏那邊 用火槍再燒一燒 令它更香 不喜歡吃肥膏的 可以切走它 但我也是喜歡保留的 今晚的晚餐 很棒 很棒 現在程雙老公黎先生 幫我把牛扒切掉 好 好 現在出來了 看看牛扒出來 生熟停到了 嗯 就是這樣 是熟了一點 因為我想它厚 因為我覺得它厚 所以 用了十分鐘 其實如果你喜歡的話 八分鐘就已經可以了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就熟了 可能很多人來說 都是生的 哈哈 好了 跟大家看看今晚的晚餐 真是簡簡單單 二人份 二十分鐘之內 已經可以由頭到尾全部煮完 就只需要一個氣炸鍋 好我開餐了 希望你們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 訂閱